居住在重庆市的蒲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个麻烦,就是他的邻居经常弄出各种噪音,非常影响他的睡眠,在几次沟通没有结果后,朴先生无奈中选择了报警,警察来了之后经过一番调查,最终立刻把蒲先生的邻居一行人给抓了,后来,朴先生更是听说这伙人都被判处了死刑,这彻底为蒲先生出了一口气,不过这里面的事情就有点蹊跷了, 怎么回事,难道扰乱邻居还有这么大罪名,专注军事解说,每天都有新知识,这里是阿龙探长,欢迎订阅,居住在重庆市某小区的蒲先生,最近很烦 原因就是邻居搬来了一对情侣,朴先生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平时作息时间特别规律,早出晚归去上班,忙了一天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美美地睡觉 可是,最近搬来的这对情侣打破了他的日常生活,原因就是这对情侣太吵了,这对情侣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到半夜弄出各种动静,吵到他和老婆都没法睡觉 更关键的是,老婆最近对自己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不少,经常以一种忧怨的语气对他说,你看看人家隔壁,再看看你 朴先生觉得,这样下去,不仅自己的工作要受影响,甚至家庭地位也要不保,朴先生只好找机会去找那对情侣沟通 一次在电梯上,朴先生遇到了隔壁屋的那个男人,朴先生小心地对那个男人说,行啊,哥们,看你身材挺瘦的,身体居然这么好,真是深藏不露啊 那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好看着朴先生,一言不发,朴先生继续说,你们小两口感情好,这我可以理解 不过能不能不要每天晚上都弄出那么大动静,我老婆都有点受不了了,我白天也要上班,能不能收一收,谢谢理解了 那人听他是这个意思,回答道,不是,你这误会了,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以后一定注意 朴先生见对面满口答应,也不管什么误不误会,只当这是过去了,可是对方嘴上答应了,行动上可一点没收敛,还是每天晚上都和开炮Rooty一样,吵到半夜三更 有一次,朴先生加班回家有些晚了,路过邻居家,正巧看到有几个打扮很沙马特的人正在走进邻居家,那些人看见朴先生,一句话不说,夹紧几步走进屋内,然后把门重重地关上了,朴先生这些人有男有女 朴先生疑惑地看着这些人,心里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玩得挺花呀 那天朴先生回家之后,老婆再一次发怒了,他和朴先生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再不解决邻居扰民的问题,干脆离婚算了 朴先生本来以为都是邻居,互相应该照顾点面子,就没有撕破脸 可今天的事发生后,朴先生管不了许多,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了之后,没有先去邻居家 而是先找朴先生了解情况,朴先生很疑惑,为什么先问我,可警察随即问了一个关键的情况,邻居的声音具体是什么声音,朴先生有点愣住了 他还真没太注意究竟是什么声音,仔细回忆了一下后,朴先生回答说,好像有时候是开关打火机的声音,声音很频繁,大概是有人抽烟吧 然后就是一些男男女女声音和叹气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过人数很多,不止一两个人 警察听了朴先生的叙述 叫他先不要管这件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方自有安排,朴先生的话已经让警察产生了某种怀疑 这件事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警察立刻展开秘密调查,首先就询问了小区的保安人员 保安人员证实,这家确实经常有人来来往往,而且是白天不出门,晚上人特别多 接下来,警察到户籍部门调取了记录,发现居住在朴先生,隔壁的那个人登记的姓名是黄某,登记的职业是律师 这根本不可能,那个黄某一定是在撒谎,哪有律师在晚上还有那么好的精神 天天开聚会,在深入调查后,警方发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黄某曾经因吸毒被强制戒毒过几年 顺着这个路子,很多事就可以理解了,很多吸毒人员戒毒后都会复吸,而且经常是以泛养吸 这个黄某应该就是这种情况,警察立刻调查了其他线索,发现黄某的银行账号经常有大笔资金转入转出 这符合贩毒人员的特征,通过监控录像更加证实了警方的判断,监控录像显示 有很多人经常来往黄某所在的出租屋,这些陌生人每次来访后都会在黄某的家中待很长时间 直到次清晨才离开,这些迹象可谓在明显不过了,经过警方的调查,进一步查明了黄某的上家 警方发现,这个黄某的上家很不简单,他的上家姚某掌握了一个庞大的贩毒集团,该贩毒团伙在穿越一带长期流窜,有着极其复杂的贩毒网络 其轨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面对这么一个贩毒团伙,警方不敢轻举妄动,打草惊蛇,而是采用了长期折服观察的方式 以求能一网打尽,经过一年的观察,除了黄某和姚某之外,警方还锁定了其他七名骨干人员 觉得时机差不多后,警方兵分三路,对团伙主干进行抓捕,第一组警察已经锁定了黄某所在的出租屋 经过这一年的控制,黄某的行踪已经被完全掌控,万无一失 警方认为,应该在黄某带领团伙在出租屋集体吸毒时抓捕,于是,当警方在夜间闯进黄某所在的出租屋时 黄某正在醉生梦死中浑然不知,束手就擒 第二路人马负责抓捕团伙的另一主干罗某,为了能顺利抓捕,警方给罗某设了一个套 当警方确认罗某正在用私家车运送毒品的时候,警方乔装打扮,埋伏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突然开车撞击罗某的私家车,伪装成一起交通事故,罗某果然上当 他立刻下车处理,就在罗某准备对撞自己的人发火时 便以警察早已一拥而上,当场抓获了罗某,人赃并获,抓捕十分完美 最后一路精英团队抓捕贩毒团伙的首领姚某 这个姚某十分狡猾,早在警方抓捕他之前 他似乎就已经闻到了风声,期间几次搬家,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许多困难 另外,据情报现实,这个罗某似乎还有一把枪,枪不离手,可以说是个危险分子 因此,抓捕罗某的这一路人马,是重庆警方的精英团队,抓捕的地方是在姚某居住地附近的加油站 警方在此,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姚某上钩 当姚某加完油,返回车上的那一刻,警察立刻从埋伏地点冲出,扣下了姚某 姚某当时还想要从衣服里拿枪反抗 由于警方行动速度太快,姚某没有得逞,抓捕姚某的这一组都是有经验的精英警察 他们没有给姚某任何反击的机会,警方在抓捕姚某的过程中收获很大 从姚某的车上和家中都搜出了多种制毒工具,还发现了近300斤的毒品 除了这三个为首人员,团伙其他成员自然也是难逃法网,在行动中 警方一共抓获了团伙11个人,随着三路人马的得手 至此,这个贩毒团伙终于被警方全部抓捕归案 朴先生没想到,自己只是举报邻居扰民,居然还会牵涉到这么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 其实在警方调查过程中,朴先生可以说牺牲了很多 为了配合警方,不打草惊蛇,朴先生不得不忍受了长期的打扰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朴先生应该也是有功劳的 正是有这样认真敬业的警察和热心公益的市民的配合 才能共创良好的社会环境,一个意志坚定,敢做敢为的人,永远信任自己 老天赋予任何人以能力,无非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人性有一个弱点,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折磨你 当你不再畏手畏脚,当你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忠于自己 每一天都将是最好的状态 我喜欢的人很优秀,我努力的理由是配得上他 生活总是两难,再多执着,再多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接受 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 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人生本来就不太公平 有人天生长得可爱,有人天生甘吃不胖 有人生下来就坐享其成,希望你也有自己的超能力 比如,不会被生活打败,人生是很累的 你现在不累,以后就会更累,人生是很苦的 你现在不苦,以后就会更苦,为累过 方得贤,为苦过,方之甜,别害怕你的付出没有回报 其实你每一次努力生活的样子,都被记录在时间的硕果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时间的打捞与沉淀中 它最终会变成你想要得到的礼物 不合适就是穷,没感觉就是丑,一见钟情就是好看 深思熟虑就是有钱,这就是现实 花一些时间,总会看清一些事,用一些事情 总会看清一些人,不管爱情,友情,亲情 都是一碎片,一旦出现过裂缝,便很难恢复原貌 人生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 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时间总是向前,没有一丝可怜 不论剧中还是待续,愿你都能以梦为马,不负此生 有些事处理了就是结果,别管是对还是错,都不要再纠结 有些人看清了就要洒脱,别管舍还是不舍,都不要再拽着 在人的一生中,真正称心如意的事是很少很少的 而不称心如意的事是很多很多的 如果你对生活期望过高,那只会使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与痛苦之中 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当人们的愿望没得到满足时,很痛苦 当愿望被满足的时候,不久之后就会感到无聊 人们总是在痛苦与无聊中不断摇摆 所以要不断地寻求新的刺激 人一辈子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 如果能遇到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再发点小财 就是天大的福气